大家觉得这个新型的飞行器怎么样啊 是不是觉得挺酷的呀 现在呢 我来教大家怎么制作这个飞行器 首先呢 我们找到道具 恶魔叉 接下来呢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流程了 调整人物的知识 我们选择 选择的知识呢 就选择兑换模式的22 现在这样看来 是不是把恶魔叉抱在胸前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调整一下恶魔叉的位置 现在呢 我们先把恶魔叉变大 然后呢 调整一下它的角度 把叉子放到下面 调位置呢 主要是需要把恶魔叉放在中间 一个中间的位置 调整的这个过程呢 就非常需要大家的耐心了 要有什么要不要 但是应该就可以做好了 计划 两次就摇是什么他们的 尽力地 veil 或者是 根本 恶摩擦的位置终于调整好了 现在呢我们就把恶摩擦进行放大 首先呢我们先把人物飞起来把镜头拉远 这样一看是像飞行器了 但是呢漏洞比较大 还需要把人物隐藏在恶摩擦里面才行 我们还需要调整一下恶摩擦棍子的厚度 把人物隐藏在棍子里面 好了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样是不是挺像新型的飞行器了呀 哎呀哎呀失误 飞不起来了卡住了又大发了 不行我一定要飞起来 哎呀不容易啊终于飞起来了 小伙伴你们看 这个飞行器还是挺拉风的吧 制作呢还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学着制作一下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知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